我们小时候都 红领巾 你有没有带过红领巾 我当然有带过 我小时候少仙队员 小凯小时候肯定带过红领巾 对不对 带过带过 还会记吗 考验一下 肯定会 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真的 我记得 对我也记得 我们还记得少仙队对歌呢 因为现在给女儿有的时候打一下 这个 我们是共产主义这班人 好帅你看 好看好看 我会记得 这个好简单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是的 对的 但应该前面那个长一点 后边的短一点 对对对 小时候就是 每天进学校都会 现在穿着衣服 毫不违和感 也很时髦 这就是青春 很有 很有 也是那种 满满的回忆感 小时候每天 进校的时候 都必须带 有时候忘了带 赶紧跑回家去 真的 真的带一点怀旧感 就是围绕着我们的青 来 运用一些 汉字 然后让这个青 变成其他的字 首先 这就是一个偏旁步手 然后加一个青 就读成了一个 也是一个青 就青它这个字 在右边 其实它很有趣 它加上什么步手之后 它就把那个领域当中 最极致的那种美 要呈现 对那个状态 清水 这就是水里边 最美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 金是眼当中 最美的部位 我们叫眼和金 金是眼当中 那个画龙点金的 然后呢 这是一个情感 心最美的部分 对 所有的心当中的 有了清之后 情就是其中 最唯美的那个部分了 对 是的 亮 亮 见到的 所见当中 最美的容颜 亮丽的容颜 应该还有 还有 还有 对对对 特别特别多 传说宋徽宗 曾做过一个梦 碰见大雨过后 云破之处 天空的颜色 醒来之后 十分感慨 希望重见其貌 宋徽宗想要的是 大雨过后 云彩裂开的缝隙里 粉粉嫩嫩的清 而不是耀眼的天蓝 为了参照颜色 是否精准 古代的匠人 每次烧摇 只能等待天降大雨 再将烧好的瓷器 同天空的云破处对比 如果颜色不同 就打碎 再等待下一个 好天气的出现 宋徽宗以雨过天青 云破处 这一般颜色 作将来 命名瓷器的颜色 这就是中国色 天青色的游览 这就是我心中 最美的中国色 我是中国色彩推荐人 我是王俊凯 谢谢大家